短短一周时间里呢 三家知名公司先后传出要进军元宇宙的消息 那元宇宙为什么突然之间又火了呀 各大公司又想依靠元宇宙做了些什么呢 哈喽啊大家好 这里是流行实验室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聊再次火起来的元宇宙概念 最近一段时间呢 元宇宙似乎是迎来了第二春啊 短短一周的时间就有三家知名公司 先后传出涉足元宇宙的消息 先是在6月15日 直播平台硬客的主体公司 硬客户宇宣布将公司更名为 应宇宙正式进军元宇宙领域 在6月20日的时候 腾讯呢又被报正式成立 扩展现实部门 意在发展虚拟世界的元宇宙概念 到了6月22日 零售巨头国美也传出了 将元宇宙确定为集团重要战略方向的消息 传言啊 这国美目前呢正积极招揽相关人才 首个元宇宙项目预计呢 将会在7月份上线 从一年多以前 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巨头呢 是率先布局了元宇宙 到如今元宇宙概念二次的爆火 那这个被看作通往未来的赛道 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企业涌入呢 首先咱们来看看腾讯 元宇宙呢作为创新型的概念 目前公认最广泛的亲户口 也还是在娱乐及社交领域 如果啊腾讯能够在这一块 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么对于其主业 也将产生一定的反腐作用 根据相关信息显示 这腾讯呢将新成立的拓展现实部门 置于互动娱乐事业群 此事业群呢 之前即主要开展网络游戏 电竞等互动娱乐业务 而XR部门的总负责人马小艺 此前也正是腾讯游戏业务的实际操盘手 曾负责过腾讯游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行工作 那综合以上信息来看的话 腾讯在元宇宙方面的投入 本质上还是对于游戏基本盘的防守和巩固 和腾讯不同的是呢 硬客和国美的入局则更多呢 是为了探寻新的增长方向 这硬客和国美有一点相似的是 都曾在各自的领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但是啊都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呢 逐渐掉队 失去了过往的市场地位 硬客呢历尽千波大战后 巅峰时期曾作用超过一亿的注册用户 但在近些年受到短视频平台崛起的影响 硬客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国美集团则作为老牌的零售巨头 曾经在线下卖场是大杀四方 但是在转型电子商务的过程中 却淡出了第一梯队 去年这创始人黄光又回归了集团 并对外宣称 18个月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但是如今来看呢 复兴之路啊并不好走 元宇宙大浪潮下 蕴含着新机会已经成为共识 没入的大哥们再来这一波风口 其实也不难理解了 虽然能够应用的钢线场景并不多 但是元宇宙毕竟规划了一个可行的未来 其已经有相关产品目的 能够验证的商业模式也更多 此外啊在全新的赛道面前 各家几乎都处于同一起跑线 在元宇宙里冲出成为 要比固收传统业务更有前进 那对于很多入局的玩家来说呢 现代登船最起码还有船票 你要再等下去 或者再见不到星辰大海 好了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